录音 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三题 第三题,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第四题讲座的 好,来看看这期 FX是一个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 因为这个积分来讲 他如果他断开的话呢 就代表他可能在某个时候他会飙上无限大 如果你横跨这种情况来讲 其实是积分不到的 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不连续 所以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是有讲究的 不过没关系 其实题目就是照做而已 只是说他有详细的告诉你那个条件 第四题 如果是0到5G分FX 我会得到35的话 呃,那请问 是这样子啊 FXDX 会得到35 那请问 我放5X 积分0到1 又会是多少 我估计应该也是35 这个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做换原法 啊,做换原法 怎样换原呢 就是说我们要 Let X U是等于5X 然后DU就会是等于5DX 然后当X等于0的时候 我套进去 5乘0也是0 所以U也是0 还有的就是5X如果是5的话 55 5525 是这样的意思吗 5525 U等于5X 5525 OK 是我0到25 不是0到1吗 你让我想一下0到1 哦,不是,不是,不是,现在我要做0到1 所以现在要做0到1 所以如果X等于1的话 它就会是等于5 OK 所以我把这个换原放进来 这个积分的方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0会变去0 1会变去5,对吗 所以这个5X会变去U 现在问题是我的DX呢 要换去DU的话 它必须要放1五分之1 好,1五分之1DU 也就是说呢 当然我们把这个1五分之1 写到最前去 就比较好了 OK 所以 这边是U 这边是U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变成了这个35 这个是X 这个是X 这个是0到5 你 这个是U 这个也是U 反正就是一样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 换 你也可以讲说UU 换成XX 所以得到一样的结论 所以这个呢 是5分之1 乘上35 所以越减了之后呢 会得到7 75 35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C OK 所以这题是这样子来 进行换源 这个会比较 难少少了 有少少的难度 必须要用这个代入 代入的这个方式 换源法 OK 再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 0到A Sine 2X Cosine 2X 等于这个8分之1 这个我忘记写DX OK 等于8分之1的话 请问到 这个A到底是多少 OK 请问A到底是多少 那这一种题型来讲呢 我们有几种方式 一个Sine 一个Cosine 你可以LetCosine 你可以LetCosine 2X 你就会发现到这个Sine2X的 呃 词典就会去掉 又或者是你可以LetSineX CosineX就会去掉 又或者是你可以乘多一个2 让它变成了两倍角 就会变成Sine4X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方法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方法了 OK 我们用这个方法的话 呃 这边乘以二 右边也要乘以二 OK 两倍 啊 二 Sine Cos 啊 二 SineCos 这里乘以二呢 就会得到十分之一 OK 然后 23Cos的话呢 就会变成Sine4X 就是这个角度的两倍了 二SineCos OK 这个就是两倍角公式 然后 呃 我们就要几开始计分了 那这个的计分呢 也是必须要用Let的 啊 啊 虽然说有些 有一些 如果你很熟练的 因为4X 我必须要换 呃 进行换源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要乘多一个4 啊 这里乘以4 后外面就要乘以4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 所以如果你熟练的话呢 就不需要了 而如果不熟练的话 你就可以Let's X OK DU是等于4DX 然后 圆 呃 这个X 等于A的话 呃 X等于A 这样这个 U就会是等于4A X等于0 那这个U就会 也会等于0 所以进行换源的话 我这边 啊 要变成4DX 我这边也乘4啊 我要嘛就是里面乘4外面除以4 啊 要嘛就是左边乘4右边乘4 所以这边会变成E 啊 也是 呃 这个是我左右乘4的一个做法 啊 然后呢 这个34X呢 呃 我会放回34X啊 因为现在还没有换源 所以我一换源的时候呢 这个就会变成3U 啊 这个积分呢 就变成0去到4A 这个就变DU 这个就会得到E OK 那 Cosine积分的话呢 就会得到负Cost啊 好像是负Cost 啊 然后呢 就要放4A和0 放4A进去呢 就会得到负Cost 4A 然后呢 就要加上这个Cost0 OK Cost0是多少呢 Cost0 Cost0是E 啊 所以这个E呢 把它搬过去右边呢 跟这个E呢 就会去掉 也就是说我们的Cost4A呢 就必须要等于0 Cost4A要等于0的话呢 这个4A呢 就会是等于多少 呃Cost 好像是90度等于0嘛 啊 Cost90度等于0 所以这个A呢 应该就会是拍除吧 OK 应该是这样吧 嗯 所以答案应该是1 但是拍除以拍除以2 如果不是拍除以2呢 我是拍除以 其他的可以吗 3拍除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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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除以4的话 就3拍除以8 但是选项里面 没有3拍除以4 所以这题其实是有 应该是有几个角度的啦 哦 但是你要找到符合的 那个的话呢 呃 就就就就就答案应该是1了 哦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anyway 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答案 对不对哦 啊 alright 给第六题 y等于根号2x平方加1 如果我的fx等于2dy by dx的话 这个是这样子的意思 fx等于2dy by dx 也就是说dy by dx呢 就会是等于2分之1fx 也就是说我的y呢 就会是等于2分之1积分fx dx 它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呢 它如果要找0到2fx的话 我就必须要放1分之1给它 我才可以等于y嘛 我里面就放一个1分之1 外面就放一个2 那这个就是平衡的 所以里面的这个有1分之1的情况 计分了之后呢 就会得到y 而这个y呢 就会是根号2x平方加1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2和0呢 带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题其实并不需要去做那个微分 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反正就是你丢进来 就是主要这个2呢 你要处理掉而已 就是放一个2分之1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放加2244288加1是9 所以是根号9 再来放0的时候啊 就是0乘2等于0 0加1等于1 然后根号1 根号9是3 根号1是1 3减1就会是得到2 222就会得到4 所以这题答案是B OK啊 没有太快啊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题 对不对 CEB 在在在这里 CEB 没有错 OK啊 所以选择题 搞定 我们我们再看一下 哦呦 做大题好多耶 15题 我们做5题5题啊 再再检查答案好吧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这5题 来记忆题 第一题它要0到4 X加1 啊 然后根号X DX 这个很多学生就在想 哎老师要这种要怎样 呃 计分 你其实把这个X 呃 根号X呢 把它当作是2分之1次方 然后因为它的分母只有一项哦 你其实可以把它分成前后来 呃 前后来除 也就是变成这样子 啊 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X除以X 根号X呢 其实就是指数啊 这个上面的指数是1 下面的指数2分之1 两个互减就是根号X来的 啊 也就是X的2分之1次方 这一边呢 没有东西嘛 啊 所以我们就 呃 它再分母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当作是 负2分之1次方 啊 这一些处理的都还没有进行计分啊 变成这样子了 你就会发现到 哎 我好像会计分了 这个加1 就会是2分之3 啊 然后拿下来除 啊 这个加1呢 就会是得到2分之1 所以 然后又拉下来是做除法 除以2分之1就是等于乘2 啊 然后 再放回这个40啊 OK 4丢进去 4开根号是2 2的3次方是8 8 26 所以是16除以3 OK 2的根号就会得到2 222又会得到4 所以这里是加4 过后 再塞0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减0减0啊 啊 所以不会影响 然后如果你通分的话呢 就是3分之12 啊 你就会得到3 呃12加26 就会是得到20 12 28除以3 OK 所以我们加分数啊 就可以了 呃 yes 你要换换什么 一般来讲 有根号的话呢 呃你会换呃有根号的话 你是要做什么呢 如果有根号我会把根号里面 如果里面的根号里面的东西 如果很复杂的话 我们才会let 根号里面的东西 呃作为那个呃换员 这个一般来讲 这个一般来讲 当然你讲说我观察到啊 D 如果U设成了根号X的话 我为分U 你就会得到1除以2根号XDX OK so当然你就讲说 哦这样我这个X变成X平方 啊 这里再乘到一个二再呃 除一个二再乘一个二 也是可以做到 也是可以做到 OK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来看下快速的处理一下 好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想法 然后我设成U是等于根号X 然后DU是等于1除以2根号X 然后我就变成了呃 40X加1 呃这个我要乘2嘛 啊这里乘2这里要乘2 啊分母乘2分子乘2 然后就可以换员 那问题是啊我的U 呃我的U 我的X0的话我的U也是0 X0U也是0 但是我的X4的话呢 我的U呢就会开根号变成2 所以一换员的时候呢 你就要变成0去2 然后前面这个X就会变成X 呃U平方加1整个变低U 啊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U立方除以3 U立方除以3再加U 然后再塞这个2进来 所以应该也是一样的答案了哦 三分之八加上2再乘以2 然后这个是减0减0 好你按计算机 三分之六6加8 6加8是14 1414乘228啊 所以应该是一样的答案哦 8除以3加2 再乘以2 OK 呃换成较分数 三分之28 所以是一样的答案 可以可以 OK 会比较容易吗 我个人是觉得一样啦 不过你也 呃反正 重点在于什么呢 你要Led的东西 你要确保你的微分过后的那些东西有在里面 啊你不 呃你如果你setLed的东西 然后微分过后的东西不在呃这个计分里面 你就不能做了啊 这个就是微分跟这个微 呃计分跟微分的差别啊 微分的话我们用用用链导法我们不管这么多的 但是计分的时候你必须要小心你为你的Led了之后 他本身微分出来的东西要在这个计分里面啊 啊这个就是幻圆的一个难搞的地方 OK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啊 如果Y是等于X 根号4加2X平方 然后你证明Dy by dx等于这个 所以一般来讲呢 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是呃必须要啊 因为他有微分得到某个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个微分 所以这里有一个X这里有另外一个函数 所以应该是用这个惩罚公式啊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微分的话 我们保留X 微分这个有根号的东西 呃 根号X微分就是一吹二根号X 所以我们把整个东西再丢进去 然后做链导法 微分里面呢 微分里面呢 这个4会变0 这个2呢 拉前来就变4X OK 所以我的分值就放4X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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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保留前向 呃为分后向 再来保留后向 所以啊 保留后向4加2X平方 为分前向X 为分X基本上是1 好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 就完成了的 所以这个2呢 这个4如果越减的话 我就会得到X乘进去得到2X平方 OK 所以如果我的后面的这一项要通分的话 我就要通分 呃有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变成了分子再乘 呃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就没有更好 OK 所以加在一起2加2得到4X平方再加4 对吧 OK 所以我们 再做多一步 然后再做多一步 我们把4抽出来 啊 就会变成1加X平方 整理成他要的 我前后倒转一下 然后呢 再除以这个 根号4加2X平方 OK 准准是他要的东西 OK 啊 对了啊 然后呢 过后呢 他就要告诉 他就要问了 如果我要积分这个0到4 1加X平方 除以这个根号4 加2X平方DX 要怎样做 啊 因为这个这个有4哦 这个没有4怎么办 不要紧4啊 只要他是一个常数的话 我们可以无中生有补给他 里面补 成4我外面就补除以4啊 这样子 OK 那一补了之后整个整个呢 就一模一样啦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里面的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积分过后就会得到 X 跟号4加2X平方 OK 然后再放这个40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 OK 我们放4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4 里面是4416 16乘2 得到32 32再加4 36 36开根号 sorry啊 36开根号 6636 6424 所以这前面带4的时候 他是24 带0的时候 因为前面这里有0啊 后面不用看啊 所以基本上是0 月减一下6424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6 OK 非常的 我这边 啊 简短了很多了 啊 当然你可以带4进去 然后慢慢 啊 啊 再再算多几行都没有问题 啊 啊我跳了一些步骤 OK 这种提醒也是很很常出现的 你看啊 第二题啊 叫你先做维分 证明一下 再做几分 第三题啊 叫你先做维分一下 再做几分 好 所以第四第三题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 第三题 Y等于X平方 除以2X减1 那这个就是有分分式的情形啊 我们用除法公式 DY by DX呢 就是分母取平方 保留分母为分分子 减去保留分子为分分母得到2 对吧 好 然后分子我们再展开2X乘进去 就得到4X平方减2X 2乘进去减2X平方 分母照照 4X平方减2X平方就是等于2X平方了 那我们可以抽一个2X出来 就会得到2X平方减2X 是吗 哎 不是不是没有2 这个还是不要跳步太多 就是说我会变成2X平方减2X 然后呢 在下一步呢 才抽那个2X出来 就会得到2X抽了出来 这里剩X这里剩1 所以这是2X减1也约不到什么东西 这个是X减1 这个是2X减1 好约不了 但是就是跟他的答案一样了 可以证明题 所以这是证明题你一定要做到的 做不到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可以偷用回 然后再做借下去的部分呢 用回一样的结果嘛 好 所以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种一般上来讲 这种情形呢是 我们讲说是算是 选 选答题 如果你连这个都证明不到 我就劝你你不要 不要用 不要讨这个三分了 一般上来讲你要 两个呢 你都要会 你才去做这种提醒 OK 所以计分1到2 X乘X减1 好 2X减1 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好像是缺了一个2对吗 所以我们做的 我们的做法是 里面乘以2 外面就除以2 OK 过后呢 就把这整坨东西 变成了他的Y X平方除以2X减1 OK 再塞这个2和1进去 我们塞2进去 224 224 4减1是等于3 然后呢 减去放1进去 1的平方是1 12 222减1也是1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减1 3分之4减1就会是3分之1 3分之1乘2分之1就会是等于6分之1了 那这个就做了 那这个就做了 没有很难啊 第四题 第四题 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X 反正就是X3平方啊 这样子 只有2分 不过这个2分也不好拿 因为呢 因为呢这个3平方的做法呢 是很典型啊 这个我们常常讲啊 他基本上呢是把这个cos2 X 的公式里面有一个是1加23平方X 所以把减拉过去这个拉过来 再把2拉过下去除你就会得到1减去cos2 2X除以2就会是3平方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套进去啊 你就会得到 0到π 是2分之1呢 我也放前后了啊 减去2分之cos2X DX 啊 因为这里边有2X 所以他就要乘一个2再除以一个2 啊 前面的话呢 你直接塞X进来 因为他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后面这个呢 你就会变成4分之cos 几分得到3 有负吗 好像没有 OK 然后呢 再放这个π和0进来 π放进来π除以2 π放进来 2π就是360度 3360度 3360度 0 减0 减0 OK 再放这个进来减0 再放这个0进来 30也是0 啊 所以的这个答案呢 就是π除以2 OK 啊好像还行啊 对对 alright 都照第五题了 如果fx是在这个 啊 的时候是可记的啊就是可以积分了0到2 fx dx dx 等于2 2到3 fx dx 等于6 请问 啊 请问这个 2到3 怎么做 所以2到3基本上呢就是0到2 再加上2到3 对吧 那0到2呢他就告诉你0到2是6嘛 啊放6 这是两个2到3就等于6这样一个2到3就是3啊 加3 所以是6加3等于9啊就这么简单啊 啊 所以不要以为说太很复杂的啊 这个很简单 啊 换圆就比较难搞啊 所以这一看呢就知道是要换圆的啊 啊 2分之1x dx 这一种啊我劝你是做换圆了啊 啊因为你的这个会换然后你外面又要乘一些啊数字这样子的啊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let's u 等于2分之1 dx 所以我们的du呢就会是等于2分之1dx 啊然后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我们的x等于0的时候我的u也会等于0 我的x等于4的时候我的u呢就会是等于2 ok因为4除以2 再来因为他要有1分之1啊所以我乘以1分之1我外面就要乘以2 对吧啊 啊所以这个呢就可以直接换圆变成0到2f u du ok 0到2f u du是多少啊这里有写了是6来的 所以他是2乘6得到12 ok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是啊要做换圆了啊我们讲五题五题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五题对不对 ok 第五题 十二啊 b是12 a呢是9了啊 第四题是2分之排啊2分之排 然后第三题是6分之1 ok ok 第二题是6 很好 然后啊 这个如果他变成带分数的话9 3 27 28-27就会生1 所以是9又3分之1 所以这个3分之28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高中来讲呢一般方 啊放假分数呢是可以接受的啊 ok 没问题 1 2 3 ok 没问题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 第六题他要你做换圆 这个换圆很特别哦 他就是把这个x 设成了4sine平方sita 其实这个呢是解这种提醒的 x分x乘4x平方 ok 在理科班呢他其实是有教呢 这一种的 呃做法啊 不过在出呃在文科班呢 就没有教所以呢 他是给你 啊就是讲说哦 直接告诉你 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设的方式 然后让你尝试去做一下 ok 我们呃就来试一下啊 如果我这样子来换圆可以吗 说这个换圆的话呢 我就要把dx 我左边为分右边为分嘛 这边就变dx 这个的话呢就会变成 呃 4 为分sine cita 2sine cita 就会乘以2 3cita 然后 为分sine cita 甚至于cosine cita dx 好 所以就是会有这个 8sine cita cosine cita dx 这个很复杂的感觉 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把这个4sine带进去的话 我还有这个x等于0 x等于0 我的sine 我的sine cita 就会等于0 sine cita 要等于0的话 我的cita 应该也是0啊 ok 但是如果我x 4要等于2 4拉过来除变成1 2分之1 这个平方开根号呢 这个平方开根号呢 就会是得到1除以根号2分之1 1除以根号2分之1 增负的话 他应该会得到2分之1 他应该会得到2分之1 是4 排除以4 ok 排除以4 所以我们把它啊 进行换圆 就会得到0 到排除以4 1 这个是sine 4sine cita 这是4-4sine cita 然后外面这个dx呢 还会有 8sine cita cosine cita dx 哇 这个是 这有点过分了吧 那我想一下哈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4抽出来 好 再把这个 成你就会得到4乘4 44 16 16开根号呢 基本上是4 所以也就是说我里面呢 是得到3平方 然后1-3平方 1-3平方 其实是等于cosine 平方 对吧 啊 然后呢 这一个呢 呃 就会得到 啊 这个 我们还是放这一样啊 啊 这个变息塔了 dx他 给0到排 所以开根号的话呢 就会得到 128 8 4 32 这里呢 开根号呢 就会得到sine cita cosine 其他 这里也是一样 sine cita cosine 其他 OK 这种情况来讲我放一个E在这里 我放2 2在这里 OK 然后我又再放到另外一个2在前面 也就是说呢 他的我的做法是怎样呢 我把我这里放一个2 这里放一个2我就放了把这个4变成了两边 所以前面呢 应该还有一个罢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2 3 cos呢 就会得到 3 2 他 这里也是3 2 他就会是得到平方 啊 这样子 还记得3平方要怎样做吗 我们就会得到 哎 这个是cita cita 有自己自己有点难度 3平方我们就会得到1除以2 1-cosine 2倍角 4分之1 其他 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哎 排除以4 排除以4 ok 所以我这里约一个4的话 嗯 我就会得到4cita 这里就要除以4 所以把这个4给去掉 所以是减去3 4cita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排除以4和0给放进去 哎 我做到有点快了 因为这题有点少许的难度 啊 所以我们呃 挑了一些步骤啊 不过3平方呢 就是那个做法呢 我们上一题呢 其实是有讲过了的了啊 啊 我们把它变成1-cosine 2倍角除以2 2cita的2倍角就是4cita 所以我要计分4cita的话呢 呃 呃 我这个2分之1我已经跟这个月减变4了 啊 4乘进来 4 计分得到4cita 4cosin4cita 就会得到负3 4cita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们把排除以4放进来 4跟4月减得到排 排除以4放进来 3排 3排是多少 3排是0 啊 3排是0 然后我们再减0 再加回这个3 0 还是0 所以这题来讲呢 会是排 啊 这题的答案会是排 不过有点少许的难度 哦 ok so这个单单这样子看 你也是很难 呃 知道要用这个 3 我们叫三角函数的一个 嗯 换圆法 啊 把原本是x的东西 换成那个三角函数的 啊 这种情况来讲呢 其实文科盘是没有教的啦 啊 除非遇到这种题目 给到 给你 啊 叫你做这样子的换圆 不过你不要以为容易啊 这个 这个蛮难的 6分 所以前面那些都是简单的 2分3分的都是简单 你遇到有一题是超过5分的 你就要小心了 一题可以超过5分 他的步骤应该是蛮多的 ok 好 第七题 证明cos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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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是公式来的 我们cos3a 等于4cos 立方a 减3cos a 这个 这个的 证明你其实是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 啊 课本找到的啦 啊 如无意外 大概了 我大概的做给你 啊你就是把它当作是2a加a 那它的做法就是把它变成 啊 coscos-3 应该是这样 cos-3 3 然后呢把这个cos2C塔呢 就会变成一 2cos3平方C塔 诶 什么是C塔 到底要用C塔还是A 用A就 如果是要用A就全部要Standard用A OK 这是A 然后呢cos2A 我们换成2cos3平方A 减1 再乘上这个cos3A 3A的话呢就是23cos 对 23AcosA 那由于后面还有一个signA 我曾经来变这个位置 过后呢把这个sign平方呢 换成1-cos3 然后全部你就会看到好像只是剩下cos了而已 对吧 这三层层层屏呢 就会得到2cos2A 减cosA 啊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2cosA 3平方啊 我们换成1-cos2A 然后前面我们先造巢 后面呢我们展开它层进去 减减变加2cos³a 所以这里有2cos³ 2cos³加起来就等于4cos³a 这里有减2这里有减1 就会得到减3cos³a 那这个就是证明完整了 证明完成了 所以整个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把 把3a变成了 2a加a 然后2a因为有两倍角公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展开 a的话呢 过后呢 再需要把所有有sign的东西 换成cos³而已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啦 OK 第六第七题 句子他要讲句子 就是说句有句子的话呢 就是说要用上面的这个公式 来找什么呢 来找什么呢 找这个cos³3a dx 3xdx 有些人看到 老师3a嘛 他以为说 用这一边 跟左右加立方 如果你看到的是左右加立方的话呢 这个就代表这个就代表了 你不太理解积分的时候的情况 因为积分的时候呢 我们反而就是说有三次方有四次方啊 反而是难搞 他 这一题是要把这个cos³3a当作是这一项 那这样子的意思 给看着 不懂做吗 每次都只讲 OK 也就是说 他要的是 cos³a 等于4cos³a 减去3cos³a 他把这个3cos³a拉过去对面 得到cos³a 加上3cos³a 再除以4 就会得到cos³a 所以他其实是要用这一个公司来带进去 而不是上面这个公司左右在取立方 no OK 所以如果你是带这个公司的话 sorry了 OK 所以这一个如果我把它 带这一边的公司的话 我就会得到 什么呢 0积分到π除以6 cos³a 原本这个是a变3a 这样这里是3x就会变成9x 然后再加上3cos³a 再除以4 dx alright 所以这一题啊 你把1⁴放前去 然后呢 我积分cos³a 基本上我就除以 除以一个9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9是36 1⁴ 6分之1 sine9x OK 这一边呢 就要除多一个3 也就是这个3就去掉 就会得到 1⁴ sine3x 等等啊 你让我想想cos³a 维分三变cos³a是真 计分cos³a是真 然后呢 然后呢 才带这个π除以6和0 OK 所以如果你是带这个的话 不好意思 你的整个呢 做不到的 啊 然后呢 我放进去的话呢 三十六分之一 sine 9乘这个6啊 越减三的话 你就会得到2分之3π 270度 不过等下我们再看 呃 四分之一 再塞这个进去的话 越减呢 就会得到sine π除以2 然后呢 再塞等于0呢 sine0基本上是0吧 sine0好像是0耶 啊 sine0是0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0 这个也0 所以我们不用写了 啊 啊 所以带0的时候呢 不要理他 sine270度 负1 sine90度 正1 所以四分之一 变成三十六分之9 9减1 就会是等于8 三十六分之8 越减的话呢 就会是得到18分 哎 除以4 可以除以4 除以4等于2 9分之2 应该是这样 看下 四分之一 减去1 除以36 对啊 9分之2 啊 啊 啊 少许难度四分 但是它四分 其实包括了这个证明我 所以好 好像包在这个气氛里面可能只有三分而已 呃 还可以了还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四题 哎 要不 第四条 最八题 啊 画减2x平方减4x 再除以这个x立方减2x平方 加上x减2 下面你会看到那个西数是一二一二 一负二一负二 所以下面其实是可以进行这个我们叫做分组分解 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我进呃可以抽一个2x出来 就会得到x减2 对不对 然后呢 上面呢 我在前面两项我抽一个x平方出来 我就会得到x减2 后面的话呢 哎 本身就是x减2 所以我在这一边 如果我呃抽x减2出来的话 就可以跟上面的x减2越减了 所以上面呢 就呃分子呢 就会得到2x而已 分母呢 就会得到x平方加1 记得这边是有加1 OK 虽然你越减了 呃 其实是应该要抽了出来才可以越了 啊 抽了出来的过程 记得是x平方加1 OK 那越减 这个应该是化减了啦 啊 这个应该是他化减了 化减了化减了化减的 哇 啊 如果你这样做 如果你没有化减了 你看到这整坨东西啊 你就是真的是摇头 不知道要 呃 不知道要怎样来做减分的 对不对 啊 因为我们前面的进行了化减 我们知道这整坨东西 其实是x平方加1分子2x 那我知道了之后 那我知道了之后有可以怎样啊 我可以进行换原法 我们可以let u 等于这个x平方加1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设呢 因为我一为分的时候呢 du就会得到2x dx 而这整个呢 就在这里 啊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换原的时候你要注意 你要换的这个东西 为分出来的东西 在你的积分里面 啊 这个是蛮重要的 哎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需要 有一些情况 如果在里面的话呢 就会方便 啊 方便 比较方便做这样子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未必可以做到 啊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可能 哎 很复杂 所以基本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啊 也不能讲了太太太太死 就是想肯定不可以 没有啊 要看不同的情况 OK 好 来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啊 如果我要进行换原的话 我还要啊 换这个0跟1 对不对 x如果等于0的话 0的平方加1 所以u就会变1 如果x等于1的话 1的平方加1就会等于2 所以我们呢 连这个那个范围呢 也要必须要换一下 变成了啊 1到2 对吧 1到2 然后呢 就会变成u分之1 du了 u分之1 几分之什么呢 乱u 乱u 啊 乱u呢 再放这个2和1 我放乱u进去 再减乱u 乱u其实是0啊 啊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乱u 啊 这题的答案是乱u 搞定 收工 OK 所以这个是第八题 所以如果你看啊 我没有进行 整理的话 还真的是不懂 要讲下手 好 所以这个是 进行分组分解 越减了之后 变成这个 这个容易击分 这个 基本上 看不太出来 OK 好 第九题 第九题 如果2到 0到2 是3 2到6 是12 哦 这个应该是给你两个选择 然后 要弄乱你一下 罢了 0到2 fx dx 等于3 不知道要用哪一个 啊 就是他给你两个选择 看你不知道你要用哪一个 基本上应该是要用其中一个而已 是吗 哦 不是不是 应该是基本上呢 是要把它加起来变0到6 啊 0到6呢 应该就是15了 对不对 这个加这个等于15 那他要的东西是0到2哦 你就讲 哎 老师不是0到2吗 我们不是只是要0到2 没有 他应该是要0到6 为什么 因为你一进行换源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不是0到2了 我们来一下啊 Let u 等于3x du 就会等于3dx 也就是说 我的x等于0 我的u等于0 我的x等于2 326 我的u等于6 换句话呢 这个啊 就可以变成0到6 我乘以3对吗 这里要3dx 我外面就要除以3 f u du 0到6是说 15 3分之1乘15 越减着到5 OK 所以这个答案是5 4分 做做 他其实多是多公司在这个换源的这个位置 啊 换源的这个位置 你可能要 呃 呃 啊就是blend一下那个换源的部分 不难了不难了 4分还可以了 啊 最后一题了 第十题 1到5fxdx 等于-1 2到5fxdx等于5 2到5gxdx等于4 OK 请问 请问1到2 怎么算 1到5减2到5 是不是等于1到2 啊 所以我要这样子写 1到5 就是我从1积分到5 然后减去2积分到5 就会是1积分到2 OK 减去 2积分到5fx 所以我们把它丢进来 我们就得到-1减5 得到-6 OK -6 就这样 第二题 5到2 gx-fx-2 怎样啊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2到5 变成5 5到2好像没有嘛 我们都是2到5 我们把它变成2到5的话呢 我就要补一个负 啊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一补负的话呢 gx原本是4 就变成了负4 原本要减的 就变成了 变成了加加5 原本要减的就变成加2 但是呢 这个就变要放这个x在这边 5 所以前面呢 就会得到5减4 得到1 放5进来 520 放2进来 224 10减4 得到6 6加1 得到7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7 2分的1 过分 过分呢 哦 虽然不是很难的 不过给2分有点太吝啬了一点嘛 OK我们来看一下这5题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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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第10题 第10题啊 第二个部分是7 第一个部分是-6 然后第6题吧 哎 第9题怎么有两个小题呗 我只是做到5罢了 喂 第9题 他的1是-6 他的2是7 但是我知道5 但是他的11题是5 我觉得他11题跟第9题打错了吧 OK这个是第8题 乱2没有问题 然后呢微分的得到这块东西 而不是微分这个是简化得到这个东西 九分之二这个是第7题 OK第6题是Pi 对 第5题 哎第5题我们看了 OK 之后第7题没有问题 第8题也对 现在第9题到底什么事情 第9题没有两个小题 没有两个小题 第11题也没有两个小题 但是你看第9题跟第11题是一模一样的提醒 我觉得这个第9题他以他是怎样讲啊打错题目 他打到第11题的题目进去 所以后面的答案这个-6跟7呢我们 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个题目是什么了 已经不知道这个题目是什么 真正的题目是什么 已经不懂了 OK 说这里第9题我们打差了 第9题打差 OK 说第11题是做到5没有错了 第10题 第11题做到5了 对了 一模一样的 看到吗 打错了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12题了 会不会有就跳掉了 第12题 从事二题 Y 试诚相似吗 这题很像样 Y等于X跟号3 X加1前面也是有类似的题型出现 不过他里面的好像不同 OK 所以这题他要证明DY by D 那一坨东西 我们就进行为分了 好 惩罚公司 我们保留前项 唯分后项 唯分后项只得到2跟号3X加1 唯分里面的就会得到3 再加上这个 保留后 后项 唯分前项是1 过后呢 我们就要通分了3X 2跟号3X加1 后面的也是要变成 2跟号3X加1 他就要乘2 然后根号 然后根号乘根号就去掉了他的根号 然后再3X加1 当然我们乘进去的话 3266加3得到9X 再加2 OK 所以 2跟号3X加1 就是他分母 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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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完成了 过后呢 他要你找 积分 积分1到 527X加6 再把这个3X加1 这一边我进行调整的话呢 我分子 我抽一个3出来 就会得到9X加2 对吧 我分母除以一个2 因为我这里必须要有一个2的 我就要乘以2 就会变成6 放在最前面 OK 所以就是说我放一个6的话 这个6怎样来呢 是分子 抽3 分母补2 前面又再乘以2 OK 所以这个6 保留 其余的就换成了 X 根号3X加1 然后 带5跟1 OK啊 我们带5进去啊 5 3 15 15加1 就会得到16 16开根号 就会得到 4 4 4 16 4在乘以前面的5 4 5 20 OK 我们调补一下啦 然后呢 放1进去的时候 3乘以得到3 3加1得到4 4开根号得到2 2再乘以这个 1 就得到2 OK所以20减2呢 就会得到18 18再乘以6 6 8 48 6 7 8 90 得到108 还得到108 这些答案是108 OK 12题 有问题 有点累 好我们再看下第13题啊 啊 利用u等于x平方减1啊 所以这个是告诉你要用这个换源的 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换源我们就直接啊作为分了啊 du就会得到2xdx对吗 好2xdx 然后 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范围啊 他的范围是x 等于根号2 根号2的平方得到2 2减1 就会得到1 再来根号3呢 对不对 另外上面的是根号3 根号3的平方 就会得到3 3减1 就会得到2 也就是说呢 我一进行了这个换源呢 我再抄一下题目 根号2 去到根号3 xdx 除以这个x平方减1的话 OK 你让我想一下 我这边有u了 然后我这边有u 这边我只需要 我只可以拿一个x给他 我我我做慢点啊 这里变x平方这里就变xdx 一般来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要乘以一个2 然后啊 我这样外面就要除以一个2了 OK so 所以我们进行换 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 换源了 一换源的时候 根号2呢 就变1 根号3呢 就变2 这一个呢 就变u 上面的这个变什么呢 x平方变什么呢 x平方就变成u加1 u加1 OK 那这整个呢 2xdx呢就变成du了 然后变du 过后呢 你就想 这个东西怎样做 你把u放前后呢 就变成1加u分之1 啊 1加u分之1 这个就容易计分了 前面的这个1呢 就会变成u 后面的这个u分之1呢 就变成lunu 对吧 u加lun lun u OK 然后再放2和1 我们再放2和1的时候呢 就是2加lun2 减1 减lun1 当然我们知道lun1是0啦 啊 我们知道lun1是0 所以2减1得到1 所以得到1加lun2 总共 在除以这个2 OK 所以这题应该就这样子来做 啊 呃 4分 4分 蛮不错的一个题 因为他 这种题目他虽然说 已经告诉你要设什么啊 就是说 难度减少了一点 好过你在那里猜想破头要设什么东西 OK 好这个是第四题 第14题 计分1到4fxdx 等于8 计分1到6fxdx 等于20 在计分2到8gxdx等于10 现在要问你计分4到6fxdx 减去2到8 gxdx 如果只是GX除以2的话呢 啊 这些 因为他这里printing有问题要盖掉了 难道没有东西 我们假装是没有东西来做一下 可能那个家是不小心打下去 OK 所以四到六的话呢 一般上来讲我们有一道是有一道六有一道是 说我的四到六应该是一道六减一道是吗 对不对 所以是20减8了 我挑补一下了就当作是这个 然后呢其实你会把这个二分之一放前去 GX那是10 所以他是10再乘以二分之一了 所以这个是得到5 也是20减8再减5 你就会得到7 应该是 OK 得到7 等下我们来看下答案对不对了 这样就会知道他这个家呢 到底是 是 是不小心打的还是什么 第15题他又给你了 请你设u等于x加1 那du呢就会是等于dx 这个是完全没有改变 但是他的x等于0的时候呢 他的u就会是等于1 他的x等于3的时候呢 有就是等于3 OK过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那个积分 0到3 x平方 除以 加 更号 x加1 dx OK 我们知道du可以直接换 dx可以换直接换 dx 下1呢就会是u 然后开根号 然后0到3呢就可以变成1到4 对吧 4 我刚刚弄错 1到4 问题是x平方怎么办 你看啊 从这一边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ox 其实是u减1 所以x平方呢其实是u减1的完全平方 如果我展开的话呢就是u平方 减两个u再加1 所以我们把这整个东西带进去的话 OK 然后呢把这个u 是2分之1之方放去分3个位置 啊进行那个除法 所以是2减2分之1就会是得到2分之3 OK 1减2分之1得到2分之1 再来这一边呢就是 好直接的变成了2分之1 然后我们再进行积分 这个积分就容易了好变成了2分之5除以5分之2 减去u的2分之3 除以3分之4 OK 因为除以3再乘以2 再乘以2就会得到224 这个加上1分之1呢就会得到1分之1 除以1分之1就会是等于乘2 sorry这里有2分之1 OK 然后呢我们再带这个4和1进去 4 开根号得到2 所以2的五次方是32 再乘以一个2呢就会得到64 所以是5分之64 这一个开根号得到2 2的三次方是8 再乘4 4 32 就会得到32除以3 这个 开根号得到222就会得到4 所以是加4 我们再放1 这个就会变成减 5分之2 这个就会变成加3分之4 这个就会变成减2 然后 然后 应该不用挂糊了 然后我们再按计算去就好 OK 64 over 5 减去 32 over 3 再加上4 减去2 over 5 加上4 over 3 再减去2 15分之7的6 15分之7的6 不知道他会不会用这个带分数 来表示 5u 15分之1 OK 也抄一抄 好 那我们看一下答案对不对 后面还有一堆的是那个体积 面积我们没有错 面积在前面的 面积是数学的部分 所以有兴趣的话等下我们 如果有需要的话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按下 去 OK 15分之7的6没有问题了 对了 然后呢再来的是 负2 这个负2就难搞了 就是说他后面其实还有东西的 啊 其实还有东西的 所以也就是说这里是7 然后面还有一个-9 如果呢后面要达到-9 我懒得想 啊 不理他了 这个是他后面那个typing的部分呢 缺少了 东西了 然后这里我刚才都已经看到了 我家又加什么东西在里面 OK 答案不完 题目不完整了 他把1分之1分开写就会变成1分之1 然后1分之1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第13题也对 第12题是108 OK 没有问题 alright so结束了啊 所以应该就是这个第14题的 呃 题目这边出错了啦 哦 题目出错了 我们打三个问号在后面 我们highlight一下 然后要打三个问号 说这题是 做不到 OK OK 不理他 可能有缘会看到这个题目 2013年 不过我一般上刷题不会刷到这么远 我们一般上刷题刷 这一份其实他是拿 197多年到20 一多年20 201多年的题目 所以 2016吧 好像是2016 所以我们 我通常刷题来讲的就是刷 2016以后的2017 2018 2019 2020 OK 好就这样吧 这么这个 一进去这个位置那个 箭头就不见到 我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样按 OK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面积的计算 还是有面积的计算啦 不过他是在那个做 这个这个这个 选择题的部分 来做答题的部分呢 一般来讲的 高速一呢都会出 出这个体积的 啊 好我们来看下第1题 我们的曲线 Y等于 X-X-X平方 与X轴 所呃 呃 成的这个区域 so 很多学生是不知道这个图是怎样 当然我们的做法是 呃 一般来讲的最简单的就是你 你找 结局 Y结局 Y结局 就是 X-0 X-0 一带进去 Y-0 所以他会经过原点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 X结局呢 你就带 Y-0 好 Y-0的话呢 这题其实很简单啊 因为X乘 X平方等于0的话 那我抽一个X就会得到1-X 也就是说 X等于0 或者 X等于1 所以 呼之欲出 我应该 得到的是经过原点 00 还有经过10 啊 经过10 然后呢 X平方前面的系数如果是负值的话 他就是一个 negative的人 伤心脸 啊 他跟X走所为成的区域就在这一边 所以一化成 一化成功这个图了之后呢 他要找的基本上从 计分0到1 我的Y DX OK 所以这个的计分呢 就是X平方除以2 减去X立方除以3 再把这个 1跟0的带进来 就会得到2分之1减3分之1 减0减0 就会得到6分之3减去6分之2 得到6分之1 哎 答案是A 就这么简单 可能你不认为是这么简单 OK 老师常常都会讲啊 就这么简单 但是学生都不同意 老师很难呢 啊 还可以拉自己 啊第2题更好了 给我 画买图给你 只是要让你去判断一下 我要的这个区域 到底要怎样算 他是 这个X等于1 来这里有图这个图画到不是很美 盖掉了那个X等于1 基本上是X等于1是这里 这一条线 X等于4 这一条线 这个曲线呢 是 Y等于X减2 都完全平方 还有Y等于9就是这里Y等于9 所为成的 这阴影面积 OK 那我们如果去积分这个方程式的话 其实我是找到的是 靠近X的这个面积来的 所以这边其实你就会讲到说 它其实是 这个是3的一个 1到4 1到4是3吧 这一个长度是3 打值的长度是9 换句话呢 这里呢 我可以用长方形 再减去这个积分 1到4 1到4积分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要那个想法你要有 或者当然有一些学生就讲说 我的这条线 是Y等于9 OK 他就用那个Y等于9 当作是一个函数 放进去他的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叫什么名 放进去他的积分来计算 也是可以不过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一般来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些 比较规律性 我们懂得 得得一些图形 几何图形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几何图形的那个 公司就好了 OK 所以这一边的话我就是一个长方形减去这个的函数 从积分1到4 OK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算了 就是说我打值是9 我打行是3 因为是1到4 9 9是36 1不是答案 因为你还要扣掉那个 扣掉哪里呢 扣掉从1 积分到4 然后呢 是这个 我x-2的完全平方 x-2的完全平方 我们可以展开 变成了 x平方减4x 再加4 也就是说积分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90 93 93吧 什么是94 93 27 还要减去这个 这个怎样做 9的立方除以3 减去2x的平方 再加4x 然后 再放回这个4和1进来 93 27 世界没有27 27 再减去 我们放4进来 就是 三分之 46 sorry 64 44 16 16 2 等于32 再加4 46 OK 说这个还有挂胡了 然后呢 再减1 减3分之1 加上2 再减去4 OK啊 所以其余的我们按计算机 看一下是多少 到底这个小小的 这个白白的部分 到底是多少 64 over 3 减去3 减去32 减去32 加上16 减去3分之1 加上2 再减去4 3 来的 原来是24 27 减3 所以答案是24 啊 就这样 C OK 所以当然这种提醒是因为那个图比较复杂他就会画图给你 啊 就很像说这种有图的 有图的 啊 你就至少是不用画图了 那一般来讲你可以看到是除了这个2014年了没有画图给你啊 这么可恶以外 呃 其余的好像都会画了 蛮好心的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题怎么做 所以他第三题他也给了你图 但是你要看到这两个这个图呢 我们必须要分两个两段来计分 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呃面积的计算呢 有如果是两个函数claim在一起的话 我们要上减下嘛 对不对 但是在0 -2到0呢是那个直线在上 曲线在下 但是0到1呢是曲线在上 好 直线在下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开两个两段来进行计算 OK 第三题 我们的做法是我们计分-2到0 是用直线4x 减去曲线6x加x平方加x立方 dx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0到1 再用曲线6x-x平方-x立方 减去 直线4x 所以这里其实两个其实都蛮靠近的啦 哦 他的积分呢 如果你去看 你去做 要讲讲 就是说他整理一下 就会得到-2到0 x立方加x平方 减去2x 我们要计分这个 如果我的下面这个东西我再抽一个付出来 我再抽一个付出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 x立方变真的 x平方变真的 6 2x变负了 所以是一样的函数来的 基本上他的这个积分来讲呢 就是一样的函数 然后是用减罢了 啊 所以如果我这边用 呃 计分的话 是x4四方除以4 加上x3四方除以3 再减去x平方 对吧 然后呢再带这个0跟-2 然后呢再减去同样东西 我们照抄一遍 然后我放10 也就是说我先带0进去 0,0,0不用看 OK 再带这个减去带负2 给 减去带负2 负负得正 2的四四方 2,4,4,4,16 16除以4又得到4 减4 在减去带负 负负又会得正 因为他是 负2的三四方是得到负8 所以是8除以3 在减去这个就是加了 因为 负负得正 224 所以这里应该是可以跃掉 然后呢我们在减去放1进去 1进去是四分之一 加上三分之一 减去1 放0就是0 OK 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三分之四 三分之八之类的东西吧 我算一下 四分之一 加上 三分之一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不是 然后呢 3 8除以3 刚才讲 8除以3 在减去 再减去 就是加上 5 over 12 两个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 呃 你可以看到那个函数啊 是不 balance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答案就会是 12分之37 也就是说 这个三分之八是这一边的面积 这一个呢 是 减减变加 是说什么 该是什么 12分之五 是这边的面积 因为他是不一样的大小的 这是不balance的一个情况 anyway 答案算到出来是 A了 十二分之三 之七 OK 呃 三分之八 加上 十二分之五 A这里是十二分之五 这里是三分之八 Alright 多少题啊 第六 六题啊 做完他 第四题 今天好像也做不完 anyway 不要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题啊 他给了你这个函 呃 这个这个函数 但是 画了图给你 也 画了阴影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 拿多少去到多少 所以这里是x 节句 我们要找到x 节句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带y 0 我们一带y 0啊 6x 减3x 平方 等于0的话 我抽3x 出来得到2 减去 x 所以这个x呢 就会得到0 或者 x 等于2 啊 也就是说这里是0 这里是2 我的面积呢 就要出 计分0去到2 然后呢 这个6x 减3x 平方 dx 啊 容易啊 所以我们积分的话就会得到3x平方 减去x 立方 然后再放这个2和0 2放进去224432 减去2的三十方是8 再减去0再加上0 12减8得到4 答案就会是C OK 不会太快啊 OK 第五题 右图的阴影部分 然后 所围成的这个阴影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区域应该是从0到1了 然后从0到1 然后我们要拿上面的函数 就是1的x 减去下面函数 就是1 除以x加1 dx 这个的函数呢 计分之后呢 会得到1的x 方 这个的函数呢 计分之后呢 就会得到 Lon x加1 然后呢 我们再放回这个1跟0进去 就会得到1 1的1次方 减去Lon 2 再加上 再减去1的0次方 1的0次方是1 再加上Lon 1 Lon1是0啦 所以我们不用理他 答案有了吗 答案有了 但是答案呢 它是写成1-1 再减Lon2啦 所以答案是A OK 简单啊 有很多学生会忘记这个Lon1的 因为他放0的时候呢 他们expect放0的时候都会是0 所以很多学生会忘记这个简易呢 都是圈B的 所以这个也是常犯的一个错误 大家要注意了 OK OK 来 我们 第六题 他画了图给你 也给了你这个函数 2x-y Y等于6 也就是我们要变成Y等于多少多少X 所以Y拉过去 你就会得到 2x-6 才是他的函数 OK 所以 面积 等于 这一题 如果阴影面积是7 这个阴影面积怎样算 你知道吗 这个阴影面积是计分 负1到3 fx 是 上面的这个曲线 减去这个指线就是 2x加6 OK 然后 dx 等于7 也就是说我会计分这个负1到3fxdx 这一个计分就会得到 x平方 这个计分就会得到加6 然后呢要把这个3跟负1给带进去 我这个挂弧应该要放 哪里啊 我应该要放 这里 这样子比较好 OK 然后呢才会得到7 所以呢就是这个负1到3要怎样计算出来呢 就是通过这里的block进去 339 加6 再加上1的平方带进去是1 sorry sorry 这里应该是6x 计分就会补一个x 我再看一下 我带3进去339 6318 我带1进去 1 减减变加 然后呢这里原本是放减6 但是因为他带负进去就加6 OK 等于7 大概大概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整个计算来讲呢就会得到-13fxdx OK 这里加出来是多少 19-9 等于10 10加6 等于16 等于7 所以这个拉过去减的话应该是得到-9 -9 当然是A 当然是A 这题的题型的比较特殊一些些 因为他没有给你这个的function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阴影面积的计算的方式其实是 上面的这个fx 减去这里的方圈 这个方圈是2x-6 就会得到-2x加6 放在后面积分 所以你要积分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分开了 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答案对不对 OK 第6题是A 所以-9是对的 第5题是A 所以这个-1呢是也是对的 啊 第4题是A 等下我们来看一下我错在哪里 可能是我出行 第3题也是A 没有错 第2题是C 然后呢第1题是A 所以我错一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4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我做太快吗 看起来 看起来 第4题 阴影面积 我抽3 x 出来这里生2 我抽3x这里生x 所以x等于0和2 然后积分0到2应该没有错 部分的面积 这个6x减3x平方 积分了之后 2除以2等于3 这个 这个 变3 立方除以3就得到 没有掉这个3 带2进去 224 432 2进去 2的三十方 是8 12-8等于0 没有理由 最近没有理由我做错了 不对 我好像没有错了 真的 我没有错了 这个补助好像不 补助没有错了 会不会是他给错答案了 12-8我也没有捡错吧 呃 呃 244 3 12 12应该没有错吧 12-8 不对吧 然后这里错不对 但是C 我觉得 应该是给错答案 好应该是给错答案了 应该是给错答案 OK 自己给圈起来 没有理由 看了很多次 应该没有错 好 那不理他了 我们再看一下做答题的部分 说是会图 Y等于9减 X平方 好 所以你可以 一般来讲 我们 画几个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 我们先 色 X等于0 色 X等于0 Y就会等于9 对不对 然后呢 再色 Y等于0 你就会得到 9减 X平方 等于0 这93的平方 所以是 前平方减后平方 得的 前加 后乘前减后 也就是说我的X 是等于3 或者 X 等于-3 所以基于这几个条件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要经过 3 跟-3 那这边要经过9 所以他大概是这样子的 一个方程式 OK 所以一般来讲的X X结局Y结局呢 这几个呢 一定 一定要画出来的 一定要写出来 因为我们写sketching 这个是会 就是略略的 Sketch那个图都好 我们也要标这几个点出来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分罢了 所以 并求此曲线 与直线 与直线 Y 加7 等于零 就是Y 等于-7 这个你有留点 所以这个Y等于-7 所围成的面积 Y等于-7 所围成的面积 OK OK 可以 可以 所以 所以你就要看 如果Y等于-7 的话呢 到底这个点应该是在哪里 因为我们要看一下 要从哪里积分到哪里 所以如果我是Y等于-7 9 9-X平方 你就会得到 X平方 -7 -9 就会得到-16 应该就会是得到正负4 正负4 所以呢 它的积分应该是要从负4 到正4 然后呢 上面的函数就是 9-X平方 减去下面的这个函数呢 就是 Y等于-7 减去负7 就是加7 这样子的意思 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应该是左右对称的 你可以直接的把它变成2乘0到4 然后呢 其实要计分这个9加7是等于16 16-X平方 计分这个东西 好 所以我们 变一变的就会得到 16 减去 X立方 除以3 再放这个4和0进来 OK 4乘进去 64 64 456 64 然后呢 44 4的三次方 64 64除以3 再放0进来的 两边都是0 OK So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按下计算机 64 减去 64 over 3 还要乘多一个2 OK So 256除以3 这个就是他的面积 OK 他的麻烦点原本我们如果是跟X轴 所为乘的这个面积 还比较容易一点 对吧 如果他是要做5这里又往下挪 这个就比较麻烦 好 第2题 求曲线Y 等于X平方加3X A 还有这个Y等于-2X 所为乘的面积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X0 X0-3 你如果Y放0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X等于0或者X等于-3 也就是 而且X平方前面的系数是正 所以他的图了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图 只是说这个Y等于-2呢 就是 往下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曲线 所以他cut的点好像是原点一定会cut Y等于-2X 这个是Y等于X平方加3X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们进行那个我们叫什么呢 联力 或者是代入法 这个直接等于-2X 我们拉过去 X平方加5X 等于0 OK 所以我们的X呢 XX加5等于0的话呢 X等于0或者X等于-5 意思是说这个点呢 就会是-5了 所以这个所为的面积呢 要怎样算呢 就要从-5 计分到0 上面呢是-2X这个函数 在减去下面的函数是减X平方 减3X DX 好 所以你要的话你可以把负全部抽在前面 然后呢 这里就会得到5X加上X平方 OK 我们放 计分的话呢 就会得到5X平方除以2 再加上X平方除以3 然后呢 再放这个0跟-5 0放进去的都是0 减放进去减减就会变加 -5带进去 负得正5525 25再乘5等于125 除以2 所以就会变成减3 减3分之125 就会变成6分之125 因为125一抽前去就是2分之1减3分之1基本上是6分之1 所以是6分之125 OK 那你按计算机也是可以了啊 啊 All right 啊 无题 没问题啊 其实你们明白吗 会不会太快啊 可以啊 慢慢跟上了啊 OK 好第3题 第3题 嗯 这有点难哦 因为他给的b点是a和c point OK 我们直接看这个这个图哈 他告诉我 我在这个b点 这个函数是x等于2y平方 然后呢这个ab 与x轴是y轴是平行的bc与x轴是平行的 是证明p和q的面积是1比2 所以p的面积是1 q的面积是2 哦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关系 哼哼哼 怎么算 OK so意思是说b点呢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b点用ac来讲的不是这么的准确 因为如果我都 我的 y值是c的话 我的x值应该是2c平方 所以应该是要把它换成这样子 2c平方跟这个c 他才可以变成了一个位置数 这样子的话呢 情形就比较好一点 那 呃 那我要讲什么 我讲我 那b的这个面积到底怎样算 还有q的面积怎样算 或者你先找q的面积 好 我们来看一下q的面积啊 讲解 我们写sq了 s很多时候呢 Stand for那个 面积 OK sq sq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0 积分到这个2c平方 因为他的x的值 然后积分什么呢 积分这个 有积分 这个不是很好记 这个不是很好记 那我们 换个方向 换个方向 我积分 我找p的这个 因为我找p的话呢 他就用dy 然后从0 积分到y 也就是c 好 然后呢 我要积分的时候呢 我就要放x 也就是2y平方 那这个的话就比较好记 对不对 这个比较好记 所以这个呢 就是 2y 立方除以3 再放c和0进来 也就是 2c立方除以3 减去0 好 所以这个sp呢 是这个 OK 那sq呢 sq你不要再用积分的方式 你可以把这个 o a bc 当做是一个 不是当做就是一个长方形 当就是长方形的面积减去sp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长 是c 也不是他高是c 他长是2c平方 好 所以他的面积呢 就会是 2c 立方 再减去2c立方 除以3 所以这里减一减呢 就是你把2c立方给抽出来的话呢 就会变到1减 三分之1 也就是 3分之2 所以是 2 4 3分之4c 那你就会看到的 好像就是这个乘以2就得到他了 对 所以就是 2乘上 2c立方 除以3 就会得到 2sp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 什么呢 sp 除以sq 这个拉过来这个拉过去就会等于1除以2 OK 这个是证明体来的 你基本上找到有这样子一个关系 就可以了 1跟2的 所以 当然你讲说如果我 sq 我用那个积分的方式来做可以吗 会难一点 你会发现到这里的话呢 我要积分0到a 就是 0到这个2c立 平方的话 他就要有开根号 要有开根号 所以那个整个的 这 运算呢就没有说 这个 Dy这边这么好算 Dy的比较好算 这个Dx的比较 复杂一点 OK 好 说这题完成了 算 第四题 好 这一边 说 这个 这个 叫莫名 求曲线 xy Y 和 X轴 所为称面积 就是 就是这个他有画给你了 OK 就是 英语部分的面积 那这一边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从0到3 是这个 Y等于x的这个 方程式来的 而这个因为是直线的关系了 所以这一边其实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 所以真正要做积分之 做3到4 然后呢积分这个东西 对吧 啊 所以呢前面呢我可以当做三角形的面积来算 1 二分之一 底层高 因为他是三三 所以这里三 上面也是三 底层高 三乘三 OK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三到四呢才要做积分 4x 减 X平方 Dx alright 前面3399除以2 所以是二分之9 那这个呢积分的话呢就会得到 2x平方 减x b方 除以3 然后呢我们就要带3 4和3进来 A OK 那带进去呢4是16 16乘2呢 等于32 减去64 除以3 再减去339928 减减变加 加 3的三次方除以3就会得到9 alright so 因为前面是加所以没有什么影响 再来的就是我们按计算机就可以了 9over2 加上32 减去64 over3 减去18 加上9 alright 百分数 6分之37 这题 这题跟这题很像 这题 这题就是要 三角形 然后再加上这里 其实这个比较容易算 只是说很多学生反而就是这种题就 在哪里挖头到底 到底是要用 0到4 几分 然后再把这个 所以他就乱了 这题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更简单 这一种题型比较难一些 主要 哎 你沉进去 X沉进去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点是33 所以同样的题型 但是找另外一边的面积 这个第五题 这个第五题怎样做呢 我们就要用 4 x 减 x平方 这是上面的图 减去下面的 x 积分从哪里到哪里了 0到3 OK 就可以了 我们先用4x 减x得到3x 所以我只需要积分3x 减x平方 0到3 OK 积分开始 3x平方除以2 减去x立方除以3 再放这个3和0进来 OK 3399327 27除以2 减去27除以 3399327 27除以3 其余的就是0 那这个是27 除以6 越减 好像可以越3 OK 越3的话呢 就会得到 二分之9 OK 二分之9 来看一下 二分之9是 等于是有二分之1 对吧 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 二分之9 再来上面的那个呢 我们有6636 6636还有生意 所以是6u6分之1 也是一样的东西 OK 然后呢 至于第三题是正名题 我们已经找到了 所以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这一题 第二题 6 22 0 OK 剩5 所以是6分之5 20又6分之5 一样的东西 OK 这个是画图啦 画图 至于这一边呢 3824 5315 剩下1 3分之1 所以85又3分之1是对的 OK 画图来讲呢 你要标到这个是9 要标到这个是3 这个是7 然后呢 刚才我们算到的是正负4吗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这里是4-7 这是负4负7 这里是4 4负7 负4负7 4负7 好 好 这里是阴影面积 然后计算出来是 85又6分 三分之1 OK 还有10分钟 我们做一下选择题 选择题 好像只有三题 算一下这个体积 然后我们选择题做三题 体积的部分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才继续 做完其余的 好吧 OK 来 第一题 求一个旋转体的体积 此旋转体是 Y等于X平方加E X轴 直线X等于-1 跟直线X等于1 所围成的面积 绕X轴绕一圈 那Y等于X平方加E Y等于X平方其实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经过原点 因为他加E 他就往上推一格 所以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图 这里是E 最低点是E 然后呢 他又在-1 到E呢 这边 围成的这个面积 然后呢 绕X轴 旋转一圈 对吧 所以这题的 面积的计算是这样子 Pi -1到1 Y平方 Dx 好 那Y平方是什么呢 Y是等于X平方加E 然后Y平方呢 就基本上是 X的四方 加2 X平方加E 所以我们丢进来 OK 但是你如果聪明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左右对称的一个情况 所以-1到1 我们可以变成0到1 然后呢 再补一个2给他 OK 然后呢 把这个Y平方丢进去 X的四次方加2X平方加E Dx OK 那我们再来做那个 积分 X的五次方除以5 加上 2X的立方除以3 再加上 再加上X 然后呢 再放这个1和0 1 放进去 觉得1 5 加3分之2 再加1 放0进去全是0 减0减0减0 OK 其余的部分我们按计算机 1 加上2分之3 2 再加上1 再乘1 前面的这个乘2 那放成 代分数 就是15分之56拍 有没有答案 有 1 给 给好了 再看一下第2题 啊 这题 他画了给你了 我画了图给你 然后呢 他要绕哪里了 绕Y轴 绕180度 很多学生会在那里 懊恼到老师到底 绕180度跟绕360 怎样分 呃 其实呢 他是绕一圈的啦 只是说他左右都有的时候呢 左右都有绕半圈呢 他就基本上是整个 呃 就是整个的 已经是绕了一圈 因为他左边有 右边也有 各绕 半圈呢 就是变成了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这一边 绕一整圈 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 OK 所以 我们 我们绕Y轴就要用Dy 然后是X平方 对吧 啊 so 从 从哪里到哪里 从零到 从负一到零 我们通常是下到上 然后Dy 负一到零 Pi so 因为是Y等于X平方减一 X平方就等于Y加一 所以这里只是要办 变成Y加一就可以了 超简单 啊 超简单的 OK 所以这里是Pi 造写 这是Y平方 除以二 再加上Y 再放这个零 跟负一进来 对吧 放零进去全是零 不用理他 放负一进来 负一 sorry 负一的平方是 一 然后 因为他是带下面 所以是负的 减去二分之一 这里 又再减 又再放负一 减减变加 所以一减二分之一 等于二分之一嘛 所以这是二分之牌了 来 不会太快啊 当然是东西 最后题了 应该是做到自己 alright 给了图不用看啊 基本上 我们当然我们考试也是要因为要节省时间 所以如果他给了图我们也要相信 我们直接相信那个图了 除非他的图 真的是错到很离谱 那图错到你很离谱 照理上他应该是 必须要给bonus 所以 一般来讲 同考很少会出错题 然后既然他给了图 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图 来做的 OK 然后歪走啊 然后歪走旋转 的话 然后歪走来旋转的话呢 你就要注意了 其实 在下半段呢 绕出来应该是圆柱体 所以 一般来讲 下半段呢 我是不做计分的 下半段 我是 做这个 圆柱体的那个计算 再加上上半段 所以他的 这一题的做法 OK 我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从 0 A A到B的这个部分的体积 我是用 圆柱体的那个的计算 圆柱体呢 是 等下 Pi 他的R是1嘛 1的平方 乘高 是3 换句话呢 这里是3P 再加上了 所以这里其实真正要进行计算的是 Pi 从这个3 计分到4 OK 这里就要用 X平方 DY X平方是4-Y DY 所以这里呢 进行计分的话呢 是4Y 减去Y平方 除以2 然后呢 再套这个4和3进来 OK啊 不会太快啊 4套进来 446 446除以2 16除以2等于8 然后呢 再减去3 它进去4 32 减减变加3399 除以2 OK 后面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 它是16 减去8 减去12 再加上这个9 over 那这个是二分之一来的 所以是3Pi加二分之一Pi 也就是3 2分之7 这326 6加17 2分之7Pi 30C 时间刚刚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题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那我们就放学了 第3题是C 第2题是东基 第1题是E 谢谢大家放学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放学了 握着 people